好 第三個我們要來看到的是戴燕妮的舞台 然後這個我覺得 我很少會把focus放在顏值這件事情上 但是我必須要說我們在表演藝術這個行業 賞心悅目這件事情還是相當重要的 我覺得戴燕妮的顏值還是算不錯的 質感還不錯 好 我說一下so far不錯在哪裡 喔 不錯耶 好 我說一下so far不錯在哪裡 賞心悅目之人一定是討很歡心的啦 這是第一點 就是造型上我覺得頭髮也很恰到好處 妝也很恰到好處 服裝也恰到好處 然後舞蹈應該不是他特別要強調的事情 只是一個動作上的陪陣律動啊什麼的 我覺得在這個比例上他拿捏得還不錯 Focus放在唱這件事情上 然後用比較不複雜的動作去跟著音樂走 我覺得這件事情比例上 目前我一直掌握得還不錯 他的音色特別有辨識度 尤其是就是他咬字的方式 唱歌的時候咬字的方式跟展現情緒啊什麼的 等等都有很大的關係 所以他的音色跟他咬字的方式 在這首歌曲上面 particular 我覺得有展現出他的優勢 或是他有知道說應該怎麼去用他的聲音 好好的詮釋這首歌的特點 看看 好可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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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看她的笑容 她應該已經是個女生生人了吧 我非常驚訝 我非常的驚訝 我沒有想到 就是會看到我覺得 整體 不管是表演啊 顏值啊 歌唱 舞蹈 都讓我覺得平均的很不錯的選手 我記住你了 我會繼續持續期待她的表演